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11月13号的关天下新闻 我是李一帆 我们的新闻除了在频道中播出 也会在YouTube以及Facebook关天下粉丝页进行直播 观众朋友您也可以加入 萤幕画面右下角的QR Code来观看关天下新闻 劳工权益越来越受到重视 新北市劳工局也新推出贯老板语录 Type 5的系列宣导短片 里头搜集了雇主违反劳机法的各种狂言排序 并且由就业安全科同仁一人分事多角 还在新北劳动云粉丝专业 首级正式上架 要让坏老板的恶行全都弄 为了让广大劳工能够清楚知道 并维护自身的劳动权益 市劳工局特别推出贯老板语录 Top 5的系列宣导短片 并在新北劳动云粉丝专业首级上架 让大家都能轻松地获取劳动权益的知识 以及申诉的管道 先打我们劳减力即够 所以我们最近又收集了雇主 比较常维法的一些样态 把它拍成冠老板一路Top 5 那就分成在职场上 老板比较会维法的五种态样 我们从这个月的10号 联系五天 他会播出五支影片 老公局表示 短片剧情虽然夸张 荒诞 但目的是凸显坏老板不合理的要求 唤起观众善用劳动检查 立即够维护权益 并由就业安全科的同仁 一人分尸多角 希望能让观众可以有不同的感受 所有的角色都是我一个人扮演的 那在这个演出的过程中 我们也是极力的思索 我以前在业界工作的时候 有什么雇主违反劳基法 让我做了什么吃亏的事 那我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是要怎么样去保障我的权益 那这是我在演出的过程所极力去思索 并且融入我当时的一个 演戏时的一个心境 希望可以用这种灰切的方式 让市民朋友了解说 其实权益受损了 有什么样的管道可以去救济 可以去为你们的权益做一个伸张 能够看看他是不是周边 在职场上也有这样的一个案例 那可以来维护他的权益 那我们其实希望这影片也是除了在 谈到就是职场上比较容易发生一些 这个违反劳基法的一些样态以外 我们最主要先到我们的劳检立即够 我们希望劳工朋友如果在职场 发现他的一些权益有受损 那可以透过我们劳检立即够 来这个选举来申诉 劳工局去年3月开通劳动检查立即够之后 累积至10月已经收件3000案 受理后便会安排劳动检查 不仅检查结果及时回传 检取人还可以追踪进度 查询历史案件 云端收件云端回复 大幅缩短办理时程也简单简单 这分享是不是常报道